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 你一定要小心 你要提防一点 有人想害你 谁 哪有人呢 演化了吧你 到底是谁想害我们 姐 雨哥和赵大哥来了 我刚才跟你说让你小心那事 你千万别跟他们说呀 雨哥 副大队长 你们回来了 隋花我们有点事先聊一下 好 那你们先去聊 好 我在这等你们 好 走了 走了 赵大哥也去送他们了 怎么着都觉得有点对不住人家 这已经到山下了 外面这情况也不清楚 这万一小鬼子在外面等着 完全有这个可能 好在护大队长挺理解 不想为难我和赵大哥 但愿他们啥事也没有啊 什么呀 不斩动 终于出来了 开炮 开炮 炮 开炮 开炮 整个炮 大炮还挺厉害啊 是 护手 好 好 多小 看来小日本是吃了衬撮鱼 写了心来 不知道胡队长他们的情况 会怎么样 陈柱契 打仗嘛 就是你死我胡 今天你死人 明天我死人 这很正常 正常 这倒是同胞啊 你看看他 这什么态度 很正常 都是他的战友吧 守足情深啊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我完全感受不到一点纪律性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我们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队 阵瑜 你认为呢 我赞同你的意见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联合行动 是国民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 可是 游击队也是军队 他们也同样抗击日寇 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要这样呢 有一点我想特别声明 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 游击队也是 是 罗尚教也是 都是打小鬼子 分得那么清楚干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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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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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火不如 这就是政治 朕宇啊 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你的前途非常的光明 在带兵打仗方面 你表现出过人的才能 按你的才能 你不仅仅是一个大队长 你可能是师长 军长 集团军的军长 这些话我们就不要再说了 我呢 我们祖宗立下的规矩只做生意 不当官 我之所以在金龙山 我之所以在金龙山也是为了报仇雪恨打败小日本为我的兄弟报仇 至于别的 我就没想那么多了 然后继续回去做我的生意 至于游击队嘛 说白了 从做生意的角度考量 我们实力不够嘛 有他们联合我们 人多力量大 联合镇和柳树河 我们都占到了便宜 没有他们 我们能行吗 朕宇 我只能说你的想法太单纯了 我就是这么单纯 但是我总觉得 我们闯荡江湖义气是最重要的 这点我不否认 人必须得讲义气 讲义气是人的根本 谢谢 不过眼下到了金龙山最关键的时刻 我这心里着急啊 有时候急 就急乱心志嘛 朕宇 你是我最相信 最信任的人 我要去一趟临河 临河 我的上司到了 我要接他上山 什么时候 就明天 现在是很危险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为了危险而活着的人 朕宇啊 金龙山就拜托给你了 你放心 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了 不到万不得已 我是不会冒险的 太好了 其实我心里也难过 毕竟都是同胞嘛 怎么能见死不救 可是事情总该分个轻重环节 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等着咱们去完成嘛 嗯 那你注意安全 你放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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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哥 月和 怎么了 怎么心神不宁的 没有 这外面又是枪声又是炮声的 我有些害怕 没事 我替你洗脚 好 那够日的真狠哪 那罗上校也够狠 把咱大队长逼上悬崖了 当然 他是国民党 而且还是军统局的 据我所知 这军统是专门对付共产党的 没想到这么复杂 还不如回萧露山的 你呢 我 我孤家寡人一个 自称自己是个姑奶奶 涂个嘴上痛快 哪跟你似的呀 手里啊 握着百八十条枪 你那可真是香伯伯 那也没见你贴我呀 本姑奶奶是拿来贴爷们的吗 我看这大队长他也是两男 看上去他和他那口子是偏着游击队 对 你看那枪炮声一响给他俩集的 可他又不是共产党 吴炮头也只是在游击队那儿待过几天 还差点让人家给毙了 可是那张家东 不是说这只是一出戏 是游击队的阴谋吗 就是阴谋 楼上校 咋的 你要下山啊 我有要事 副大队长 集合你的嫡系人吗 干啥 按现在的战事 游击队很有可能返回金龙山 你要阻止他们 如果他们硬来的话 就消灭他们 楼上校 这是命令 怎么着 我就说嘛 你就是香伯伯 你们要明白 跟着我才是跟着党国 才有光明的前途 游击队算什么 他们只不过是一帮流寇 我这就去和我的上司接头 他会给我带来确切的消息 副大队长 只要空头和军饷一到 你马上就能看到一支 装备精良的国民革命军 如果 大队长和吴翠花有什么遗产 就地控制 金龙山 就交给你们俩了 是 副大队长 是 孩子怎么样了 才多大呀 能咋样啊 宇哥 宇哥 我听小旺说 当时只要开枪 松本就死了 咋不开枪呢 咋不开枪 是我姐不让对吧 脆花 我就知道 她要是真心想报仇的话 依她的枪法 十个松本也都死了 这 这是我让她不要开枪的 那她也没想开枪 这 她根本就不是想报仇 她想拉咱们去游击队 到游击队又怎么样 宇哥 不能去 为什么 我说不能 就有我的理由 游击队 不是再要去的地方 游和啊 这游击队杀鬼子最坚决 我想过了 杀松本是为我自己的兄弟报仇 杀小日本是为国家报仇 为那些死了的同胞报仇 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更有意义吗 你听这话 就是翠花说的 这样看我干嘛 怎么了 我咋的了 怎么每次每件事情 你都往翠花身上扯呢 那本来就是嘛 谁往她身上扯了 我还有错 错了 小肚鸡肠 宇哥 宇哥你去哪儿 你信那个罗掌柜吗 你指什么 他这个人吗 暂且 就说说他这个人吧 哎呀 没有什么相信不相信的 这金龙山是他一手开创的 信不信你就看名了 那你相信方振宇吗 相信 回答的可真是毫不犹豫啊 那当然 但是 你做的也是毫不犹豫 你什么意思 你想想 你明明知道那个罗天华和方振宇是死对头 可是你却同意他去对付方振宇 这话咋讲 就像你一边在怀疑着我的身份 还一边跟我睡着一窝 看你怎么说这话 人嘛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总得现实一点 这不有句老话说 封山开路 封河架桥 就不管他什么山什么路了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我只是觉得 这天下的男人吧都靠不住 好不容易有一个靠得住的吧 却保不住 什么意思啊 谁是唯一靠得住的 罗天华 那怎么又保不住呢 这次他去灵河 凶多吉少 十有八九都回不来了 怎么就回不来了 因为有人不想让他回来 你想让他回来吗 那当然了 我说 你们俩什么时候勾上了 勾上了吗 我看你们俩的眼神就有问题 哈哈哈哈 现在啊 这栗子当头 谁都很无奈 我也一样啊 所以 我不是也上了你的祸吗 嗯 鬼子的意图是要把我们炸出来 你带我们出去 他们的骑兵就会追击 加上外围的步兵 对 对 队长 我们窝在这儿等下去 可就全完了 叶连长 叶连长 不好 鬼子要报仇我们 队长 我组织赶死队 强攻鬼子炮兵阵地 但鬼子以为 我们要从炮兵阵地突围出去 李大鱼先回去龙山 不行 太危险了 还是我去吧 队长 我相信 只要我们在 只要战士们在 咱们的游击队 就一定在 回去告诉乌鱼 就说 我对不起他 一排二排 跟我上 是 子蓝 子蓝 剩下的 跟我撤 撤 快撤 快撤 游击队上 这种游击 只要离开了 山河树林 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只要在战争上 游击队就并不可怕 撤 不是我们灭不了他们的 是我们太无视他们了 联合的实力 是银沟里翻了船 今天我要在这深山老林里 痛载东北湖 帮助 枇荣 哎呀 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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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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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鬼子们 去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撤 游击队的主力 再向金龙山方向撤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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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要员要来林河 胆子可够大的 是为了别动队来的 别动队已经离开金龙山 就会交动东北的局势 苏美军 林河镇只是偷袭 离开了金龙山 他们还能活吗 还能活吗 口气跟大作一样 通通杀光还能活吗 狂妄愚蠢 他们离开了金龙山 非但能活 就像蛟龙入海蒙虎下山 国恨家愁 就好像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那 康田夫人怎么样 宋本君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黑宋林情有可原 双风山你又怎么解释 宋本君是在怀疑 我妹妹对天皇陛下的忠诚 你有没有告诉你妹妹 高选君灵鹫的事情 没有 是吗 宋本君 你是在亵渎我们康田家族的荣誉 你过于敏感了 康田君 即便是他知道了 他也不会背叛天皇陛下 我看 你还是不要告诉他 虽然你是他哥哥 但是你并不比我了解他 我知道他的为人 从某种角度上说 他是脆弱的 你也是 宋本君 这是康田家族的遗传基因 这是白狼的世界 慢着 明天午时 领和国药堂召集所有的人马 我们要对军统局表示欢迎 是 卫生员 队长 过来把伤口检查一下 还有什么可以吃的吗 队长 队长 要好粮食已经不多了 快想想办法吧队长 好 我知道了 去吧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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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别动 别误会 我们是自己人 谁跟你是自己 你们是金庐山的吗 你们是什么人 敢擅闯金庐山 我们是抗连游击队的 我是队长胡志青 我要见你们的大队长 大队长有令 任何人不准靠近金庐山 把你们的枪都扔了 快 把你们的枪都给我扔了 快扔了 快扔了 把枪放下 还有你 傅大队长 dicho 副大队长 副大队长 醒醒啊 什么事 姓胡的那个游击队的过来了 人呢 被咱堵在洼地里面 枪都泄了 没有惊动别人吧 没有 看好了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开枪 是 杀了他 你就能进康连 再也没有真假眉辜的困扰 知道消灭康连 使人才知道 传道方子只是无名钓鱼 徒有徐名 真正的帝国特宫之花是你 康田惠子 赵大哥 我报道 你要咋处置游击队 胡炮头 游击队和你是什么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责问我们副大队长 良心 胡炮头 我这是按山里的规矩行事 啥规矩 杀游击队 你 谁的命令 谁命令 你们这是干吗呐 司令的卫队抓了游击队 我想知道原因 请问 是司令派人出山抓人的吗 再说了 也许是那些人闯进了咱的地盘 司令只是按规矩办事 也许 草上飞他根本就不知道 是什么人闯进了山里 对吧司令 对啊 我要知道是游击队 我得过去探望一下 胡炮头 不对吧 游击队不是走了吗 我和大队长还有小王一起送的呀 到底是不是游击队啊 好像是 那还不快带我去看看 走 走 大家都是一个战争 战争的 放心吧 以后游击队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我也不想伤了何戟 伤不了 都是为了打鬼子嘛 谢谢你 顺便帮我给胡队长带个好 好 把架放下 快把架放下 胡队长 多头得罪啊 兄弟来晚了一步 这都是误会 胡队长 这全是误会 既然是误会 那就没事了 我们不会像自己人开枪的 对 你看 现在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啊 还叫我草上飞 现在关东军怎么样了 两个内阁部长已经死了 满洲国也死了两个内阁部长 看来关东军是要疯了 你们游击队损失也不小吧 是啊 你们先在这歇着啊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话 我让兄弟们给你送下来 你放心 有我在 有无炮都在 金龙山绝对不会像游击队开枪的 那就好 快把架还给胡队长 胡队长 胡队长 多也得罪 我应该该给胡队长 老师 来 游击队 去 electricity 在这下 这 这 这 行车 出租 坐前面 追 追 追 能冲出去吗 您放心 虽然鬼子已经封了城 但是霍寨那儿有暗道 我们从哪儿出去了 他们追上来了 他们追上来了 走 走 走 出租 出租 去 出租 绷 出租 出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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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快不醒了 主席 听着我 主席 爹太 爹太在 在后面 主席 记住 爹太 笔马 一零一九 主席 你要挺住 我就是死也要把你扛出去 记住 一零一九 主席 爹太 爹太 爹 Yea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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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我讨完毕 对 对 觉得 救助 救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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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大国未来 万国可以千万不要放弃 战死沙场死又何害 罗上校委屈了 开锁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请坐 内阁长官 满洲国两个部长 林口镇长汪嘉一 外加三十七个 关东军士兵昨天都死了 都是罗上校你的杰作 谢谢 来到林口我看中了一个叫方振宇的 但是我的上司跟我的下属都不能理解 我为什么那么重视他 现在他们都有了答案 不禁让我更加佩服你 因为你很早就已经重视他了 并在他身上下了赌注 而且成功了 宋文先生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 叫知人善用 是啊 包括你的上司 都是知人善用的楷模